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夏起收服有户。 夏起和有户打仗没打胜,将领们要再打。 夏起说,不行,我的土地不小,我的人民也不少,打仗没打胜,是我的恩德少。 之后,夏起不做两层席子,吃饭不吃两种菜,音乐不张扬,子女不打扮,亲近亲人,敬爱长辈,尊敬贤明的人,任用有能力的人。 一年后,有户就归服了。 恩德,恩惠德行,张扬,高调。 归服,归顺服从。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。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。 夏起知道要以德服人,不是以武力服人。 伊索预言里有北风和太阳的故事。 北风和太阳比赛,让行人脱下衣服。 北风用力吹,行人却抓紧了衣服。 在太阳的照射下,行人脱下了衣服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夏起收服有户。 夏起和有户打仗没打胜,将领们要再打。 夏起说,不行。 我的土地不小,我的人民也不少。 打仗没打胜,是我的恩德少。 之后,夏起不做两层席子,吃饭不吃两种菜,音乐不张扬,子女不打扮,亲近亲人,敬爱长辈,尊敬贤明的人,任用有能力的人。 一年后,有户就归服了。